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2024总统大选的部分 现在呢 蓝白合作 有人说已经露出曙光了吗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是赵绍康 赵绍康他有提出一个建议 他说呢 把韩国瑜列为不分区第一名吧 因为呢 如果把他列为不分区第一名的话 起码政党票会多100万票以上 好 他认为说呢 国民党应该要把韩国瑜列为不分区立委的名单第一名 如此一来国民党政党票起码会多100万票以上 那么你是要还是不要呢 他同时有告诉大家 他是在9月中旬有跟韩国瑜见面来讨论 到底应该如何促成蓝白合 大家有共识的是在10月中旬的时候 形势比较明白 排整合就会比较容易 因此呢 他的说法是 先让子弹来飞一飞 好 当然呢 这个前党务高层 也有特别提到的部分 是其实过去韩粉跟磕粉也有部分的交叠 这个呢 也是基层想要看到韩国瑜出来整合蓝白合的原因 好 当然呢 对于这个韩国瑜来说 他也会非常担忧 自己的出场是否会让这个选战失交呢 他希望国民党内能够理解他的为难跟处境 因此呢 已经有挺猴要脚积极的在运作 希望能够促成韩国瑜在猴友宜的竞选架构当中 来担任一个重要的职位 好 这个呢 是韩国瑜的部分 另外呢 国民党内现在也要有所作为了 因为所谓的战斗篮也要再出发 现在呢 至少有30位火力强大的立委参选 将会提出共同的政界 来帮侯友宜做火力的支援 但是呢 说到侯友宜自己的部分呢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 联合报在今天有公布一份最新的民调 现在呢 侯友宜跟柯文哲 两个人的数字已经是在误差范围之内了 代表的是两个人其实是实力相当的 但是呢 也因此传出了 这个部分呢 蓝白整合已经有在铺路 同时在今天所公布的联合报民调当中 也有针对这个立委选情的部分来做讨论 您可以看到 无论是在区域立委 还是不分区的政党票当中 国民党的数字26%区域立委 是领先民进党的22% 另外在不分区政党票的部分 则是领先民进党有5个百分点 因此您可以看到在立委选情的部分 国民党方面都是领先的 这个部分呢 也可以说是未来蓝白整合当中 国民党的一个底气 好 但是呢 蓝白到底要怎么合呢 这个是党务高层的说法认为 整合主有朱立伦 侯友宜 跟柯文哲三个人 有权利拍板定案做出承诺 因此呢 包含其实韩国瑜跟赵绍康 用心良苦 他们现在呢 出来帮忙堆叠气氛 这个部分其实都是好事 好 我们来看到赵绍康在昨天的说法 他有特别举连宋佩作为一个例子 他强调的是 其实民调数字并不是唯一 还要看背后的政党基层组织 但是呢 不整合是绝对不会赢的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侯友宜正式宣布请假之后 首站来到彰化博览会骑车互动时 彰化县长王惠美高喊把侯友宜送进总统府 实际上选战局势也出现新的契机 根据台湾民营基金会最新民调 赖清德和八月相比大跌百分之十 进口蛋争议真的伤到赖清德 至于柯文哲小涨百分之零点八 来到二七点四 侯友宜则归功于访美效应 民调提升百分之三点六 来到十七点二 赖清德民调罕见重挫双位数 也让再也整合的声音越来越大 在一整合重新扶上台面讨论 中广董事长赵绍航证实 九月中旬曾密会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商讨在也整合的角色 也认同蓝白一定要共推一组人马 对抗赖清德 跑一跑到了十月中 形势差不多也就明白了 好像有人出来做了 所以韩国瑜共我们觉得说 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但问题又回到蓝白 到底谁要让谁 赵绍航更举过去联颂配为例 强调民调不是唯一 我们就以联颂配当时来讲好了 民调也是宋局比较高 为了大局也愿意联颂配 差一点就赢了 如果不是两颗子弹 你不是只看两个后权的民调 你要看他整个党的组织 在也整合几乎是2024选战 击败赖清德的唯一解放 能否复制联颂配 就看蓝白阵营 能不能真心大局为重 记者彭宇德 蔡平鸿台北三文报道 好联合报的最新总统选情的调查 就发现我们来看到 这个是有关于这个总统参选的部分 民进党赖清德支持度30% 国民党的侯友宜20% 民众党的柯文哲则是21% 好当然呢 这个由于呢 在95%的信心水准之下 柯文哲跟侯友宜两个人 已经在抽药误差范围之内了 因此现在两个人可以说是旗鼓相当的 另外一个部分呢 这个是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最新总统大选民调 则是显示哦 民进党的赖清德 他的支持度重挫了10个百分点 国民党的侯友宜则是稳定的逐步上升 桃源市议员林涛分析了 如果以目前的民调趋势来看 好在野蓝白两党合作的话 支持度加上总是并能够胜过民进党实现政党轮替 而现在国民党跟民众党应该要持续的堆叠默契 增进彼此的信任 赖清德是从最高点往下滑 可是另外一个侯友宜他是从最低点往上 而且是弹射了4个百分点 代表他这次访美一定是成功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讲实际的状况 他有见到纽约市长 请问赖清德有见到吗 没有 蔡英文也从来没有见到 第二个他参众议员总共见了16个 那代表过去华谱的国民党代表处有发挥作用 让他安排到这个16个参众议员 第三个四大智库出来 大家说的普瑞哲跟葛莱仪 葛莱仪大家对他有印象 他跟民进党也很好 结果他这次竟然主动收跑 而且说我觉得侯友宜 真的是有备而来 这一份民调可以确定是侯友宜拉上来了 所以你自己去加总 假设赖清德是33.4 蓝白和以这个民调来讲 27.4加17.2加起来是44 是高过于赖清的10个百分点 所以为什么大家的现在的期望就是说 处成蓝白和 快点蓝白和赶快 因为有和就有机会 那你说现在整个排列组合 你要怎么排列组合吗 谁也不想当正 谁也不想当 谁也不想当不得 谁也都要当正 我个人认为现在的蓝白和 不要做一个 先不要谈排列组合 因为谈排列组合 你就基本上就没得谈嘛 这个蓝的资责会跳脚 那个白的资责也会觉得说 我才不要咧 怎么会谈 所以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 去堆叠一个默契 去堆叠彼此的信任感 那么接下来就等柯文哲市长 然后从美国回来 我们再具体的来谈蓝白和可能的方向 太阳心全校客废 有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 客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客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 客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美负担 每日客废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